台长告诉大家 人实际上台长为什么要大家念经 你们知道吗 因为当一个人在念经的时候啊 对应的天象 就是说念经会接气场的了 那么大家现在科学都懂的 有脑电波 很多人还问了很多傻傻的问题 台长 我没看见你看得见 我没看见我不相信的 我问你们 人在思考的时候 你看得见自己的思维吗 一个人的空气看得见吗 我们能离开吗 一个人所有的事情 你能看见这个很多的东西吗 所以告诉大家一定要相信 一定要相信 在美国 在美国曾经有科学家和物理学家 科学家和这种医学家 包括跟宗教学家呢 他们经常有些辩论 那么有一次呢 这个 这个科学家就站起来说 我是一个天文学家 我看了一辈子天空了 我从来没有看见什么 上帝啊 也没看见什么菩萨 怎么没看见什么angel啊 我从来不相信他的存在的 什么鬼啊 我都看不见 那么这个宗教学家就站起来 请问这位天文学家 你看见过风没有啊 你看见过空气吗 我看见啊 感觉啊 好 还有位科学家站起来了 他说 我是一位外科大夫 我动了一辈子手术 帮人家开了一辈子刀了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灵魂 我就看见肝啊 心啊 肺啊 这位宗教学家站起来问他 请问这位医生 你爱不爱你的太太 我很爱 你开给我看看 爱在哪里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心的感应 并不是说你眼睛看见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要信佛 而不能不修啊 很多人到庙里去天天磕头 他又不修 所以就没有效果 光光拜佛 光信不修 又会延误自己的天使 所以很多人说 我很信佛呀 实际上他没有信 我愿望 我愿望 误会 你愿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